金深水同志 人要走出来 我们要往前看 毛主席最近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抗战的讲话和文件 非常的鼓舞人心 在我们的战场上 和整个太平洋的战场 日口将迎来最艰难的时刻 我相信在不觉的将来 他们肯定会滚回自己的老家去的 而且你这一次又一次的出生入死 貌似和小日本决斗 我个人很佩服你 被人民而死 我觉得众如泰山 什么死不死的 那个 林音音同志 对入党有什么想法了吗 这个事 我跟她聊过几次 她也表达了想要加入的意愿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 是 那就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吧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 还有 真指出事前 镜子园长来看过她 怎么看的 当时死刀了 大家都睡着了 不想爸爸了 就偷偷看着窗外 突然一个推移走过来 是镜子园长 是她把真指带走的 这事不要再和任何人说了 是不是镜子园长害死了真指 这事情叔叔一定会调查清楚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过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谢谢叔叔 你觉得 小雪这孩子说的话的可信度高吗 我认为 孩子是没有必要撒谎的 林音音一直不是觉得镜子怪怪的吗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 但是毕竟和镜子接触比较少 这种感觉也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照你的话来说 镜子到最有可能是长期 你继续观察镜子 一有情况立刻汇报 最近镜子和腾村接触得比较频繁 幼儿园又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 应该联系起来干 你的说法我同意 日本人开始对小孩子下手了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 还有咱们答应过白大衣 要把小雪送到延安去 这事咱们可不能做不到 是啊 你现在就让秦世光去放出话 说她手上有金属探测器 谁对金属探测器有兴趣 谁就是嫌疑人 为了让嫌疑人放心 还要放出话说 先安排去周震探测 三日后再到小湖附近 这样 嫌疑人就可以放心地贿赂 和盗窃金属探测器 盈盈啊 我答应你的事 我可以已经全都帮你办了 那你答应我的事 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 秦处长 我们呢 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所以说啊 您这忙 可能 顶多就算是帮了一半 小滑头 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来 来 秦处长 嗯 您说 你身居要职 那你一定知道 很多我们常人 都不知道的事情吧 开玩笑 我这个处长 那是白当的吗 有一件事啊 我特别好奇 听说最近这个日本人在郊外 不知道拿着一个什么东西 在跑来跑去的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 没见过师妹吧 那叫金属探测仪 他们在找日本人的一个箱子 这箱子里面呢 装的都是重要的机密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金属探测仪 不怕您笑话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你说 这鬼子的洋玩意儿 可真是仙境啊 这有什么呢 我行训室里面多了去了 都让我缩起来了 盈盈啊 我老实跟你说 这中国 早晚是日本人的 你以后跟着我齐某人 我准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那金属探测有什么好的 我对你 才是一往情深呢 捧在手里 那把摔了 放在嘴里 他把话 看您说的 那就多谢您的厚爱 今天晚上 我们不醉不归 好 来 帮你啊 我真 我特别喜欢你 我知道 来 我对你就是自己来的意见 我知道 我对你就是自己来的意见 秦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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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秦处长 秦处长 羽毛 我呀 拿到锦衄室的钥匙了 你拿好了啊 秦处探测气就在里面 你可真够胆达妄备 你万一暴露了可怎么办呀 你放心吧 他睡得跟偷死猪一样 那么大个东西 我怎么带出来 清楚探测器是可以拆卸的 就是为了方便你带走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好 你们还敢偷懒 上头可是让我们加强警戒 上头 不过我看那个秦厨长 都跟女人约会去了 平时没让咱俩在这儿来动手 不是三个人选择吗 那个日本兵啊 人家肯定躲地方睡觉去了 这狗似的 你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远远 想那么多赶上 来 喝个酒 听谁 来来来 换个地儿 换个地儿 那边 那边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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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就走 走走走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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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留点 唉 走 走 怎么了 had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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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人家是别说了一件甚多话 应该没有人 走 说日本人 走个梦吧 走走走 鬼 鬼 你醒了 音音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是这样的 昨天我看你睡得不醒人事 我怕你有事 所以就在这儿守了你一夜 你醒醒了 好吧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我就走了 我也该去医院了 记得喝热水啊 这酒还得练呢 你真的看见 秦处长和李宗盛 一起从宾馆里走出来 对 他们俩在宾馆待了一夜 天亮才出来 下去吧 是 局长 您找我 最近 有没有关于共党的线索 自从皇军把共党打退以后 共党就在咱们桃花镇 销声匿迹了 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告诉你 他就是共产党 这些人都狡猾得很 也许就隐藏在你的身边 每一个中国人 都有可能是共产党 也许是你 最意料不到的那一个 局长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 我会继续调查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镇上的共产党 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局长 如果咱们镇子上 真的有共党的话 我一定会把它揪出来 好了 下去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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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行轩室保管的摊子器给偷出来了 你看 这后边这个长杆其实没什么大用 所以呢 我准备从这把它截了 这样呢 就能省出很大的空间来 然后再把这个圈锁下 把它往腿里一套 然后再绑紧 穿一个宽松点的裤子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来 到时候我就可以边走边探测 太好了 事不宜迟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吧 不过最近 鬼子警戒森严 全天都有人进行盘查 而且 咱们是在空旷的郊外 很难开展探测 鬼子的工兵 先是在外围 后来又被知道了周震 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呀 现在连小湖边搜索的人也未生几个 要不这样吧 我用枪声引开鬼子 利用这个间隙你去探测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不过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放心吧 我命大 就算出了事情也会逢凶化急的 一旦找到了大铁箱 我就通知邮寄队 和他们一起护送出城 离开轮陷区 那小雪你不管了 当然要管 我要把她送到根据地去 让她在红色田地里成长 李玲同志 我们好像还没握过手吧 握过吧 我们的革命友谊 永不消逝 金神水同志 社长 请指示 社长 请指示 我和你身体会递 昨天的势场 让你来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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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我完全是误会 我是镇上人 讨发镇的 是是是 不知道戒严了吗 把你的证件拿出来 好好好 证件 证件 你就是金山水啊 军爷您认得我 听说过 上次战斗营救有功 得到去场嘉奖 你在镇上可是出了名的 军爷您太过奖了 过奖了 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坐着吧 军爷 事不相瞒 我最近大探到了一个消息 说这附近的坟里边啊 买了一匹骨丸 加持连城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啊 要不然我这么晚了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了 军爷 如果我要是挖到这匹骨丸啊 少不了军爷您的好处 到时候 我还能在中左面前 多替你美颜几句 你看你以后 再也不用干这种苦差事了 你可真会偷契 你可真会偷契 请不吝点赞 转发那些计较 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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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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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部队有规定 行动的时候 不许携带钱币 这是哪来的 刚才那个人 金身水给我的 那为什么不抓住他 他是来挖盆寻找古玩的 抓他有什么用 报告 小警令你不知道吗 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那边 快追 你什么人 做什么不容易 小警令你应该有什么用 再开 你做什么事 在时候 这就是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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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这 这 这也太心事动众了吧 我就是想看看 在这能不能挖出点宝贝 赚点小钱 赚私钱 金主任 你可真有一套啊 为了赚钱 什么买卖你都敢做 泰军 你看 我既没杀人也没放火 我就捡点死人东西 不算有错吧 我看金主任 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不要为了赚钱 引火上身就不好了 要是 驱斩怪罪下来 你吃不了兜着走 上面 下达命令 到这里的所有人 都要登记上报 泰军 你看这个 这一定拿着 天吃地吃 你吃我吃 这够喝一个月的酒了吧 够了够了 走 到那边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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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水知道 昨晚遭遇了日军的盘查 必定会引火烧身 他必须想出计策 让自己能够全身而吐 你 你 你 还想出事 我 你 不愿意 你 你 我 正让你买 我们要去找的那个铁箱子 就在蛋坑里边 我已经在那儿坐了 别要记了 那你有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啊 应该可以躲过一段时间吧 不过一定要快 因为日本人早晚会去搜索那片区域的 已经和游记队取得联系了 我也会尽快出城 把箱子运出桃花镇 交给组织研究调查 好 看来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金先生 楼下有人找 会是谁啊 你先躲一下吧 找谁的 偷是什么 偷是什么 谁啊 谁啊 你 她 她 好 太军 太军 金先生 我们是保安处的 区长游戏金先生 到保安处小聚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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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楼上现在还有病人呢 区长命令 务必将金先生带到 那 那好 二位稍等啊 稍等 稍等 两位 坐下喝茶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而且 ент总 什么事啊 爷父让我去一趟保安处 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应该不会吧 现在她们还没抓到我什么巴柄 还不敢对我下手 你一定要保重啊 放心 你也一定要保重 金先生 请 局长大人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金先生 对啊 你的胆子不小啊 你自己做了什么 难道不清楚吗 有人向我报告 你做案去了 我们明令戒严的地方 这有此事 金先生 你刚刚晋升为医院主任 可是你的这些举动 太令我失望了 你这样做 是在故意违反规定 破坏规矩 我希望你能解释清楚 局长大人 您先看看这个 我知道局长大人 您一向喜欢把玩古董 我最近从墓里边得到了这么一件 特地请局长您来介绍 可能局长大人有所不知 在这桃花镇有些古墓 里边可是藏了许许多多罕见的宝贝 我昨天晚上正是为了去盗墓 所以无意间碰到了绍兵 希望没有造成无谋 希望没有造成无谋 金先生 你偷偷摸摸地去盗墓 而不向保安处申报 不 罪嫁一趟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局长放在眼里 局长大人 我一得到了这件宝贝 马上就来孝敬您哪 宝刀还得配英雄嘛 再说了 在这桃花镇 这桃花镇有没有罪 还不全凭去让您一句话 你盗墓得来的这些古董 全部没收 因为这些东西不属于你 不过 中国人都讲究情面 念在情面上 这次的事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我还是要罚你 罚我 罚什么呀 罚你 再去 明白 企则 我一世见不到静子小姐 还真是有些魂不守舍呀 资料箱还没有 还没有找 对吗 靖子小姐 难道只关心资料箱吗 我更担心上级怪罪下来 你切服谢罪都没用 别忘了 这密码箱里的资料 可是我们多年研究的成果 如果真的被中国人献找到的话 不请后果严重 更是我们的耻辱 靖子小姐不必打通干货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密码皇后的研制有了重大突破 如今的药效更猛烈 控制也更精准 可以开始大量生产 如果有了药量筹备 我们就可以在这群中国孩子身上 尽情地试验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终于到了他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滕村阁下 您果然没让我失望 对了 有件事还没告诉您 保安室的金属探测器少了一个 可是野夫并没有跟我说起过 刚刚得到线报 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些出土文物 你认为是野夫捐手自盗 他早不挖宝晚不挖宝 偏偏这个时候挖宝 他以前没有工具啊 那他是早知道有宝贝 还是不知道 我们的计划 是用金属探测器引出内奸 是吗 当然 我认为 奸细就在眼前 野夫是内奸 不是他 就是他身边的人 京子小姐真聪明 我认为 知道我们对中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吧 大栋杨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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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要你们把这些糖果 发放到你们看见的每一个中国儿童手里 我们要让中国人知道 只要服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统治 他们的生活将会是无比甜蜜 今天这个任务 就交给在场的各位 用你们手中的糖果 去给中国儿童买一下甜蜜的种子吧 大栋杨栋药 药的剂量 一定要控制好 当然 幼儿园的孩子 我们使用了治病治死的剂量 在外面发的那些 如果联系每周服用 病发周期为一年以上 那些人 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且 我们所说的病发不是死 也不是身体有任何不是 我们要损伤他们的脑组织 神不知 鬼不觉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来 来 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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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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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 来 你一个 现在都赶紧把糖打开 现在就吃 快点 拿纸&idence 吃 去吃下去 快点 吃下去 真乖 行 哇 熟度 существ 我还要 我还要 就好了 我还要 还要 我也要 我 chemical 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日军管辖区以内 只有我们桃花镇才会给孩子们分发糖果 给孩子们发糖果 好像是日本宪兵们的任务之一 而且他们一定要看到孩子们 把糖吃完才肯离开 你不觉得这太反常了吗 反正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安顾好心 我也是这么认为 给孩子们发糖果一定是日本人计划的一部分 可是是什么计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作为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想想得先把露塔 我们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才行 你怎么了 怎么一直咳嗽 中了风寒 林大夫 林大夫 我也哪儿让我现在去幼儿园给孩子们做体检 病房真的麻烦你了 做体检 我怎么不知道 临时安排的 主要是给孩子们监察一下心体状况 好 那你去吧 不知道他们又要搞什么鬼啊 也许这正好是摸清楚 做出日本人计划的一个好机会 来 薛护士 薛护士 有件事情可能要麻烦你一下 咱病房里面需要一副汤药 不过医院里又没这几杯药 所以呢 你可能要去一趟药法 到了药房之后 把药煮好了之后再拿过来 好 那那我下午 你放心吧 会跟院主说的 替别人抓药药去 快去 好 好 还想要买橘子吗 老板 给我拿两个 好 给你挑两个大 嗯 好 拿好啊 谢谢啊 先生 你过来一下 那个戴帽子的先生 说你呢 对 你来一下 来啊 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了 来 吃两个橘子吧 拿来 把橘子拿好了 吃完了就回家 不要再跟着我了 其实我都知道呢 只是不想说出来 对了 记得不要再跟着我了 再有下一回让我发现了 就没有橘子吃 还请 刚才我一直跟着他 可是在水货垫的时候 不小心被她 跟丢了 沙古拉 沙古拉 也有一个小辣王 你我他吃他吃 沙古拉 沙古拉 也有一个小辣王 您小姐怎么来了 是这样的 卢院长本来派了其他的医生过来 可是那位医生有事 所以我就替他过来 给孩子们卷调身体 是这样 镜子小姐唱得可真好啊 谢谢 小朋友们 我们欢迎音音姐姐 不愿意 你只是沉默的落水 是你英雄 听力前方剑如风 背剑如风 靠岁 透老 ont面 你我对眼前方剑囏 你无意大太多 我对眼前方剑围 我对眼前方枑态 你将拥有什么想法 各位晚上 天空下的我拼离去追 拼离去追 你魂神前笑阳光好美 刀风亏退 前路的身兵身影是谁无影将上恨恨 独自去备 天空下的我拼离去追 拼离去热垂 你魂神前笑阳光好美